美鳳有約 青森櫻之旅系列 進入第二集囉 嗨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叫你青森縣的八戶士 聽到聲音沒有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叫黑尾翁 另外一個名稱叫 海貓 黑尾翁今天來看海貓了 好 這個地方是舞蹈神社 那個五日語的發音 其實就是跟日本的 股票發音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買股票的人 為了要求發財 都會來這邊拜拜 好的 還有一點 這邊的海貓有3萬到5萬 值非常非常地多 他們很厲害的一點就是 你就可以餵他東西 不要跟他玩太久 因為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危險 什麼危險呢 你看我今天這麼怕曬太陽嗎 不是 因為我怕曬到曬 他們就是很快的就會嗡嗡 所以你要撐個傘 然後防腹措施做好一點 就不用擔心了 而且如果不小心曬到曬 也不要擦掉 為什麼 聽說可以上去 到底是頒什麼獎呢 這很有意思的 好 現在很美鳳 讓大家看看 舞蹈神社 什麼 滴到鳥屎居然還有獎品 那這傘到底是要不要撐 其實這個獎品 就是神社開運招福的木牌 火頭 還會幫你助記姓名還有時間 這樣代表你受到神社的眷顧 回去一定會大發財的 而且這次 就要很感謝青森的貼心安排 他們還特別請了神官 為節目祈福 我們這回可以拍到 許多美麗的風景 一定就是有新鮮的價值 好的 為了回報青森的熱情 我們就繼續介紹 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給台灣的觀眾朋友吧 沿著海岸 然後看到這麼好的風景 這個地方就是小周渡 這個是叫 日本很多知名的藝人 或是說主持人 明星很多人都會來這邊用餐 它是很有名的海鮮食堂 其實它裝潢很簡單 它就把最好的景觀給大家看 然後今天要介紹的這家店 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它有受到海嘯的影響 所以我稍微休息了一陣子 聽說很多藝人打電話 你們有沒有事嗎 你們還有沒有開 就擔心說這家餐廳不開了 這麼好的美食 到哪兒再去吃得到呢 所以他們整理之後 在2012年的時候 重新又開業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兩個料理是非常讚的 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海鮮拉麵 海鮮拉麵我剛一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 非常讚 還有海膽 還有蝦 干貝 非常多 然後這樣一碗是多少呢 日平差不多一千塊 台平三百塊 真的不算貴 因為它料非常實在 它是拉麵 我現在來喝這個湯 通常來講 他們拉麵的湯都會覺得很鹹 很鹹對不對 可是這個海鮮拉麵的鹹是鮮味的 清湯的感覺 好 這個料真的非常地多 大家看一看 好漂亮 有海膽 好 完整的這個 干貝 好 然後 你看 這樣的海鮮 其實台灣有時候也可以加一些 醬和東西進去在麵裡頭 感覺好豐富 海鮮也好多 好 好 我們現在再來吃它的拉麵 超好吃的 海鮮麵已經吃了 湯頭非常地讚 麵又Q 真的很好吃 值得 一碗才三百塊 一定要多吃它一碗 但是我吃的是另外一種是 海鮮蓋飯 好的 放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海鮮蓋飯 其實它是這樣 它沒有說限定是說 這個海鮮蓋飯都是什麼樣的魚 它是如果今天出海 他們有抓到 補到 或買到什麼樣的魚 他們就用這樣的食材 來做這個料理 所以他們的海鮮蓋飯 是常常會有一些變化的 好 我們現在來開講 今天的海鮮是什麼呢 滿滿滿的 這個海鮮蓋飯真的是滿滿滿 上面的用料 可是一點都不小氣 有肥嫩的干貝 還有超大尾的蝦子和魚料 多到連飯都看不到的 難怪這間餐廳會這麼地有人氣 這就是用料新鮮又實在的 最佳證明 好滿足 很幸福 吃飽以後 不要急著離開這裡 這裡到處就是 漂亮的景色 在市區其實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來到這裡 我們都去外面散步一下 趕快吃海鮮也不錯 美鳳姐說得沒錯 來小周渡吃完海鮮拉麵後 千萬別急著回家 到附近的總叉草坪走一走 散個步 看著美麗的太平洋 那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真的是很棒 保證是讓你心曠神怡 身心靈都舒暢 來到這裡聞到正正的酒香味 各位朋友 你知道酒在兩 三千年前 日本人他們怎麼做酒的呢 就是在神怨時代 他們把素質上面的果汁 拿來嘴巴搖 搖了之後 再把它噴出來 然後讓它自然發酵 然後就變成酒 太辛苦了 為了要稍微喝一杯 不過現在我們要介紹的地方 是八戶室 它只剩八戶酒 酒造就是 教你製作好喝的酒 如果說好喝的酒 當然沒有像過去那麼辛苦 現在製作方法都很進步 也很危險 當然它會有一些過程 發酵 然後到後來 半成瓶 倒成瓶 今天我就可以來小酌一下 少許一點點可以的 當然誰跟我們分享 這麼棒的酒的技術 然後怎麼製作呢 也就是我們的俠舊上 它是居景先生 叫 康媽 康媽一 一桑 是不是 康媽一桑 你好 康媽一桑 你好 你好 它就是 酒廠都是它在負責的 當然來到這裡 我就要請問它 我們這一間其實 我覺得還滿大 又很乾淨 這個酒廠的特色是什麼 對 我家的公司 歷史以來 我家的八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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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是 青森県的米 我家的米 我家的米 水是 我家的一番有水 蟹河的水 使用 非常美麗的米 米和水 製作 所以 非常美味 最近 有很多建物 我家的餐廳 還有 還有 有很多 観光客 也有很多 我家的餐廳 我家的餐廳 俠舅跟我們說得 非常的清楚 那麼其實 你知道 我看俠舅 就是 Komarito 他的皮膚還真是不亮的 氣勢還真好 斷斷的 皮膚真好 當然 我們就要參觀一下 因為最後還要稍微品嘗一下 那我們就 請多多請 請多多 酒用來 請多多 測試 OK 謝謝 謝謝 這間酒造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 而建築物本身 也有一百二十幾年 所以 已經是登陸遊岸的 有型文化財 走到這個酒造裡頭 還可以看到一些歷史的痕跡 怕如果有機會來到這個八戶 參觀一下酒造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現在在這個吧台 我們來品嘗一下 這邊都是 就是很受歡迎的酒 拔酒言歡一下 我們就請我們這個 蝦舅さん 鴨鴨さん 你好 好 好 那 那我現在的酒 現在有三種類 這是新商品 有二種 這是新商品的 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新的酒 其實它是不是很適合 你看粉紅色 適合女生喝 這兩種 都很適合女生來喝的 這是新的這個產品 那麼我們現在要先從哪裡開始呢 好 首先 我們男人的 這是辛口 我們要喝這個 這個 請您喝南山 是新口酒 新 大口酒 這個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了這個牌子的 然後聽說是比較辣的 對 一開始就給這麼重口味了 來 中間 放在裡面 好 這是辛口 男人喜歡辛口 這種酒非常辛辣 男性比較喜歡 很辛辣嗎 OK 就是它的味道讓你 這樣一點點你就感受到 它是有一點點酒的感覺 各位觀眾朋友稍微報告一下 這個南山 是由酒廠開始就有的品牌 所以有200多年的歷史 至於這個八仙 則是居警社長所推出的 因為它是第八代 所以命名為八仙 每一種酒 他們可是都很自豪的 不管是在青森 甚至在日本 它也是很知名的 好 這個厲害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玄米 玄米 這是半分削成的 這是更加60%削成的 削成的 削成的40% 的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飲料其實對日本來講 這個酒是最頂級的 通常會把這個米 它會把一些玄米外面磨掉 磨到剩40%的時候 那60%其他它都不要 那40%的時候是最精華的 它把它拿來做蛋飲料 所以蛋飲料是 比較頂級 然後價錢應該是比較貴一點 但是就是把剩下的澱粉 它再來發酵做成這個 所以酒不要喝太多 因為會發胖 但是你看它把外面刨掉了 只剩在裡面的 一點點拿來做 好 這個是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大飲料 我們現在來喝喝看 專業的要束個口 還是不少一點 這個 它喝起來就更順 它的味道比較沒那麼 稍微嗆一點點 然後滿順的 這個一不小心多喝兩杯就醉了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也幫小酒廠倒一個蛋飲料 來 日本人好像也是習慣 會幫人家倒一點酒 好 今天非常開心能夠來到這裡 親身抱負這裡 社長各位介紹這麼多好的酒 其實剛剛喝了這個之後 各位朋友 我現在有什麼感覺呢 口水一直從這邊出來 因為它酸酸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機會來到親身這裡 工作的時候 就可以去找 小酒廠喝兩杯 然後買個酒回去送給朋友 也是很不錯的分享 再度很謝謝我們小酒廠 孔媽姨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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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乾杯 大家好 美鳳 現在在日本的親身 石河田官廳街 跟各位報告一下 日本的道路其實都很乾淨 他們都會種很多的樹 但是這裡也就是 所謂的 就在這兩邊 有多少個櫻花 一百五十張左右 而且現在是 長得滿滿滿的 然後風吹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櫻吹雪 也就是我們的童花 有時候童花季有時候 像好像夏天的雪一樣 它會掉下來 飄下來 非常地漂亮 而且現在是飽滿的時候 當然台灣也有 但是沒有像日本 有這麼普遍 這麼地多 還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櫻花 樹櫻花 基本上這樹齡都是 大概是很久了 但是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看它都是淺顏色 比較白了 就是說它大概30歲以後 人慢慢 有些人會有白頭髮 櫻花 它30歲的樹齡 慢慢它就變比較淡一點 好的 現在看到的是這樣的 當然在這美鳳有約當中 我們還給你介紹 其他不同顏色的 現在 寒冰鳳等一下來試試 這裡就是說 應該說是說 櫻花有時候長的時候是 從應該說底部 慢慢往上長 所以是光照的營養 所以從樹幹的時候 你就看到很多的櫻花 這樣很漂亮 長得滿滿的 非常非常地漂亮 現在和美鳳一起洗一洗 當然也要拍照 來到這個青森賞櫻 有幾個推薦的熱門景點 其中之一就是 石河田官廳街 這條官廳街道路兩旁 是開滿了櫻花 看得是讓人目不暇急 美不生瘦 而且 您還可以到展望台登高望遠 整條的櫻花大道是映入眼簾 真的是太美了 這個官廳街旁就是 石河田現代美術館 在櫻花和藝術品的陪襯下 每一個鏡頭 都不算是在拍電影 同樣這麼漂亮 如果是有機會 在櫻花祭時造訪 石河田官廳街 千萬不要忘記 相機的電池 一定要多準備一顆 包準你是拍到 欲罷不能 這次很高興來到青森 跟我們來賞櫻花之外 還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非常特別的料理 就是 這麼豐富 為什麼它是跟賞花 有關係的限定料理 因為賞花 我們都知道大概五天 或是一個禮拜 如果你碰到風吹雨淋 很快可能就沒看到了 但是為了應景 所以他們在20天的當中 都可以吃到這樣的料理 如果今年看到節目 明年你就可以來了 好的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來講 這個櫻花就是粉潤粉潤的色 今天我們有一個 很特別的料理 就是在 因為今天他們釣到一個魚 叫鯛魚 然後是 今天才釣到一隻的 所以非常地幸運 可以看到Sakura 又可以吃到這麼幸運的鯛魚 再來有一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是這樣的 他們的飯又不一樣 就這一鍋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鯛魚飯 好漂亮 這個吃法是這樣的 就把這個放上去 要放多少都可以 好 然後是攪拌一下 鹹鹹就在裡頭的 聞到海味 海的感覺 很好吃 光這個就會飽了 這個很好吃 美鳳姐 這個鯛魚飯 可是用最新鮮的鯛魚製成的 當然好吃 這整套的賞花特餐 食材可是相當地精采 除了有鮮美的鯛魚飯 還有毛蟹跟牛肉 而且吃到這個超美味的牛肉 美鳳姐就馬上變身成為 日文小老師了 你要吃幾分熟都可以 我是大概七分熟 聽得懂嗎 就是好吃 就是無賣 無賣是男生講的 你那邊講好吃 你那現在的年輕人 就說什麼呢 來講一遍 賣魚 各位觀眾朋友 有沒有記好 有機會去日本吃到美味的料理 可以拿出來現學現賣一下 好的 接下來就要進入另外一個重點 這間餐廳 除了提供美味的料理之外 它還有特調的雞尾酒 可以品嘗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 石井敏夫社長 謝謝 謝謝 你好 這個 這個美女菜單 Sakura都是它設計的 然後也很特別的就是 他們用在地的酒 跟這個 你知道嗎 青山的蘋果 很厲害的 然後把它調在一起 但是這怎麼調 喝起來是怎樣呢 就麻煩它 對不對 好 好 好 也是一樣用酒 日本酒 6個 濁的蘋果汁 也是用日本的清酒 可以 那個清酒的果汁 加冰局直接喝 這個蘋果汁很甜 好 蘋果 調酒 對 這就感覺 調酒 好 這些酒都是女生喜歡喝的嗎 度數比較高 蘋果汁會變軟 少許甘一點 飲得容易 剛剛它放了不少 這個好喝好喝 應該也容易會上頭 好 我們來喝喝看 來 沒有感覺到酒 這個沒有酒的感覺 但它剛剛放很多 剛剛放很多 這個很好喝 所以各位朋友 下次如果有機會 你來到青山 你就可以來這邊找老闆 吃一口在地好吃的料理 然後還可以品嘗一下 它特別調的這個調酒 我覺得我來這幾天 我的感想就是 幸福 很幸福 因為我把青山最美的畫面 拍回去了 這點就夠了 就很滿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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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愛記住 每週到外國中午 12點到一點美食 新款的美鳳有約 跟大家說 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